2009年 美国总统就职大典 盛大壮阔 欧巴马吸引180万人参加 场面令人难忘 美国总统就职大典 高潮就在35字的誓词 随着历史的推移 从简单的仪式 发展成为其一天的活动 其中细节也有些许变化 严肃刚职的誓词中 多了宗教色彩 从1965年 美国总统詹森开始 圣经甚至成为 就职典礼必备品 欧巴马基警发现 罗伯特搞错试词顺序 赶紧停顿 等罗伯特修正 最后又在白宫重新宣示 就职典礼中另一项重头戏 是当选人正式成为总统的第一场演说 罗斯福 甘乃迪等人都创下经典 现在轮到政治素人川普上阵 川普兴奋地用推特推文 表示非常期待发表自己撰写的 就职典礼演说 大家新闻房间编译 大家新闻房间编译